目前呢,内房的这个板块呢,前景呢也是不明朗的 中交间呢,就是建议你有机会就是啊,注入那个啊,内房的资产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呢,啊,长线是有利的 因为目前内房的这个板块已经啊,跌到就是一个啊,不太理合理的水平 所以我相信他有机会就是用一个低价去啊,注入资产啊 如果呢,就是长线持有或者是长线发展的话 我觉得就是啊,对于就是他们的业务是有利的啊 不过呢,在短期内的啊,内房还是会有可能受到啊,内地政府的那个措施打压 而持续的下跌 所以呢,在这个时候买进这个啊,收购这个资产的话呢 可能在短线要承受一些下跌的风险 不过呢,如果经营有利的话啊,相信中场线会有一个贡献 而且我们也要留意就是他们啊,那个地产地产的部分是属于就是住宅 还是属于上下的这个部分 如果是上下的话,我相信抗电力会比较强一点 guard,我们再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